Hello,大家好,我是雅特莫的姐姐 今天周末了,我们来开箱吧 今天要开箱的一款产品呢 就是我买到的Dior的蒙田三十链条包 废话不多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包买的时候,据说还要配货 非常难买,还要排队 我终于买到它了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家老花款的设计 很多人说老花其实不耐脏 而且不好打理 但是怎么说呢 因为它比较深色嘛 而且你不是天天背它 所以其实还好了 小德胖的这个配我一起去买的 当时我在犹豫嘛 犹豫是买这款包包 还是买那个 还有款包叫什么来着 马鞍包 对,马鞍包 当时还有马鞍包让我选 然后都有 因为我们去的早嘛 我就试背了好几次 因为马鞍包设计是很好看 但是它就是不太能装 它是一个弧形的嘛 所以最后我还是选了这款包包 这款包包为什么叫蒙田三十呢 是因为它的总店是在蒙田大道三十 所以用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后边还有一个这个皮质的部分 它是打的那个蒙田三十这个包包的名字 这块还是这块全是皮质的 它的包边也是皮的 然后其他部分就全是它的老花编织的部分了 前面是它们迪奥家经典的一个CD的扣 我们打开看看吧 下面有一个按扣在这底下 然后一按就打开了 其实这款包包是后来又新出的一款 最早的那款没有链条 泡泡怎么了 泡泡 过来玩吗 还没有到溜弯的时间 快来快来 然后我们接着说啊 打开以后呢它有两个内层 就是中间这块是大的嘛 然后手机 手机放进去 你看这么宽 很长的这个 完全没问题 在里边再放钱包 口红都OK的 然后你这样打开 里边都可以放一些卡 什么都没问题 这边它是一个按扣 你看这边是一个按扣 把中间这两个点按进去就可以了 你听到叮一声 就关上了 然后后边它还有一个夹层 后边你可以随 就是放那种想随时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随机可以拿 对 就是贝勒蒙田还是要坐公交车 是不是 对 然后你就放什么 公交卡呀 小卡片呀 或者你随身要用的东西 就放这儿 有的人也是随身 比方说就是手机 不想老开这个包 手机就放到后边 但是不太适应于法国 因为法国小偷比较多 你要在国内的话 你就随便放 都很安全的 大家看它这个 为什么能装呢 因为它侧面是有一定宽度的 所以这个宽度 就是经常买包的小姐姐们都知道 这个宽度 就证明你可以随便放很多东西 就比较能装 就有点像那个 LV的那个叫什么油拆包 那款包也是很能装 这款也是 这款包后来我买的时候 它不是新出的吗 我就买了 选了这个链条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金色的链条 配这个皮 这个皮 你就既可以这样背嘛 斜着侧着背 也很好看 或者说你斜块 把这个 把这个链条打开 就不拉长 这样 拉长之后 你就可以斜块背 这个长度还是挺长的 就可以把这个斜块起来 跟你自己的长短条嘛 差不多就到这个位置 这个包的大小还是挺好的 最早出的呢 不是这款链条包 最早出的是 这个链是全皮的 比这要宽一点的全皮 然后那个蒙田也叫蒙田30 那款包尺寸 我给大家看一下尺寸 说到尺寸 这个的长度 是25 我记得老款的蒙田30 是24 就是比这个稍微窄一点 然后这个高度 我量一下 是16.5 我记得老款的蒙田30 就是全皮的这个链的 是高度是17 就等于说 原来的那款包呢 是比这个要稍微窄一点点 高一点就更方一点 我这款包呢 就是更扁一点 长一点的这款 看大家喜欢 因为有的人就是主要是喜欢 就是区别主要 其实在这个链上 有的人喜欢带金的链 有的人喜欢全皮的链 看个人喜好了 它这个皮链上 其实也可以调节 它还有五个孔 所以这边都可以调节 没有问题 这个金属链 其实可以摘掉 就是整个它的链 可以摘掉 因为它这边不是 大家看这不是有一个 比较宽的孔吗 你这两个孔这么一对 然后你就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它迪奥家本身 不是还卖很多那种 宽的尖带 然后上面有什么锚钉 就是各种装饰的那种的 都可以把这个拆下来之后 再挂上那个 你就可以就是 变换各种样式杯嘛 很多人问我说这个 如果迪奥的包包出现 需要维修或者质量问题怎么办 然后它其实它包包本身 就是带了一个 它的保卡嘛 你就拿着它的保卡 就去专卖店去维修 就OK了 因为你们知道这种 大牌的包包 它都是有就是 全球联保的 你比方说你 我现在在法国买的这个包吧 我想就是背去美国旅游 或者是背去什么澳大利亚旅游 完之后中途出现问题 你就随时可以拿这个包 去它的迪奥的专卖店 去让它维修 都是OK的 没有问题 因为它网上 你每个包网上 都可以查到它的信息嘛 所以就是OK的 没问题 欢迎大家收看我这期的开箱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小灯泡的视频哟 我们的小铃铛按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哦